努威首都奥斯路的政府大楼在去年7月22号被极右翼分子布雷维克爆炸 造成了8人丧生 事件的录像在26号首都曝光 而匈徒本年在8月已经被判监21年 从闭路电视拍摄到的录像显示布雷维克当日驾驶着一辆白色的小货车进入大楼范围炸毁 跟着停泊在大门前之后便迅速离去 他看来是穿上了警卫的制服期间没有人注意到这辆是刻意的货车 不到10分钟之后车上用重约950公斤油化肥制成的炸弹引爆了冲击波 把大楼和附近的建筑物的玻璃窗全都震碎 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及死伤 匈徒也在同一时间赶往了40公里外的一处青年营 乱枪打死了69人已经打伤了66人 这事件成为了挪威历史以来最凶残的血案 他要周围长的 谢谢观看